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瞒 看不到 再等做检查 等做手术 现在食育止痛片 排期等做持共振 我真的以为帮我做手术 我去看他说要排期才行 公司仍协作推行多年 为何病人还要等完又等呢 你说我们的精力是还有的 但到底医管局 他们有多少病人可以来到 就要看他们 所有计划都是做就行 不做就行的话 其实最好是不做的 你真的要成功的话 就是一个有一个硬性目标 还有一个机制 成效始终是有限的 因为政府可以在这方面 投放的资源其实是有限的 看不到长远的可持续性 欢迎收看新闻透视 假设你住在九龙西 对眼不舒服 想去附近的公立医院看眼科 稳定身症平均要等三年多 最长更加要等超过四年 但是你又有没有想过 就算你肯等几年 到终于见到医生了 原来都还未可以开始医 因为等检查等手术 还有很多不同的环节等着你 究竟病人要等多久才可以医到病呢 七十多岁的苏伯伯和太太 住了在这个不够一百尺的劏房 苏伯伯有肾病 他每个星期都有两天需要去洗神中心洗神 一个人背起头家的太太 在下午就要上班 苏伯伯唯有靠自己 好 他两个月前看东西开始很蒙 之后发现原来有白内障 现在他走每一步都要很小心 好 有这是你 喂 喂 我阿鸵 我回来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我把我的星XX也太太 过马路的时候 素白白挂着望地下 人懂得走他又走 结果有两次,小心冲红灯 有影响的,你这么梦 梦就说没有,我看不到 他不太害怕,那么大 他任何都不敢撞买 普通人走要十分钟 素伯伯就走了近半个小时 为的是省回来回四元车钱 说到要花钱去看私家医生 医治好眼睛 他说根本想也不用想 很辛苦,很累 这么走这么走,虽然很累 乘车,那天你自己又找不到钱 你自己省得一分,得一分 这么多数价都是难,你没钱 幸好所有香港居民 都可以去公立医院看病 有经济困难的 还可以申请豁免医疗费用 不过,前提是要等得到 公立医院被人顶得到 二、五年了 眼睛的码就变成网道 两年时间了 你顶得看手术都不知 这些木均,何时能得到你 再顶一年,你过命了 很难说,再顶一年 他这些都会顶得到 素伯伯住在深水埗 属于九龙西医院联网 在这个区域排眼科 稳定申请轮后时间 中位数是167个星期 即是大约三年多 最长要等超过四年 发名曾婆婆的他 同样住在深水埗 他2021年初,双眼生脑肉 为了快点有得看医生 他特意跨联网 走去排港岛黄竹坑的 葛亮雄医院 我们当时曾经与他搭过车 去探路 二、三年的一月才排港岛 年纪 我说很多都有的希望 只要那些时间 自己快点要重新做 让我别太矛盈 眼睛回头,再重新看东西 我就很开心 其他还有两年纪 或者三年都有 我们才快 我们最近再跟进陈婆婆的情况 她眼中的脑肉还未医好 比我们两年前访问她的时候 更加明显 她本来排期今年一月见医生 但最后收到医冠局通知要延期 到五月初,终于见到医生 谁知道检查完 医生说要再等到明年一月 才能做手术 我真的以为五月四日会帮我做手术 我怎么会看 她又说未做,要排期才行 如果是盲就盲了,对吗 等到这么久了,两年时间了 你在香港一定要等 什么都要等 医生检查的时候更加发现 陈婆婆有白内障 但就说要做完脑肉手术 才可以排期医白内障 即是到时又要再等过 听说那些医疗 不是说它不好 就要慢,对吗 要急症,它也帮你做医院 是这样,对吗 每个人都要等 等到就等了 不是每个人都等 全香港人都一样 对吗 由68岁等到70岁 陈婆婆对等待有深刻的感受 现在就连等巴士 她都忍不住兔府水 是这样,要等的了 要等二十几分钟才到 做什么都要等 之前盲请的,做了手术 电脑掃描,什么是什么呢 下次又下次,等了两次三次 心灰意囊,什么都没有 看什么 陈婆婆同样是基层长者 平时省得一餐得一餐 这日她特意搭车过来 都是为了买便宜菜 对于她来说,要医治好眼 公立医院同样是她唯一希望 麻麻茶茶茶,有时看不到 你猜猜一下 不要说它会硬一点,生鲜 如果软软的那些没那么新鲜 自己喜欢哪一条就选哪一条 摸着它,要这样的腎就算了 希望做了手术就没那么辛苦 翻查资料 九龙西联网八个专科 里面有一半的专科 稳定新症轮后时间中位数 比十年前增加至少一倍 眼科、内科、耳鼻喉科、骨科 都要等超过一年 但原来社会经常讨论的轮后时间 只是说第一次见医生 和医好的病可能还有一大段距离 等到看到之后 很可能你要再等一些医学诊断 例如电脑素描、磁力共振这些 如果你不自肺 你可能要多等一两年才能照射 到结果出来了 又可能要再轮手术才真的有治疗 纸上高写说一两年轮后已经很夸张 但实际上等五六年是更加夸张 谢谢大家 有很多人, 以致對醫療體系都不是好事 現在香港市民是輕病, 沒有人醫 但到重病, 譬如到心臟病 失了血管, 到白血管中風 醫院就會開始有資源去治療病 如果是這樣, 雖然我們的壽命長 但我們的壽命是有病的壽命 現在全港大約有一半醫生私人執業 但只是照顧全港一成的病人 蛇達明2008年離開醫管局 轉投私營市場 他認為私營市場還有很多空間 分擔公立醫院的壓力 三千個是普通科醫生 三千個是專科醫生 而這些專科醫生很多都是退休教授 或者是退休的部門主管 他們看一些複雜的病 完全沒有問題 又或者利用到外面的電腦掃描 磁力共振或其他儀器 可能病人等候的時間會短很多 隨著人口老化 公立醫院壓力有增無減 除了增加公立醫院醫護人手 連偉橋認為也應該進一步 擴大公私營協作 將病人分流出去給私營市場 我們看到譬如預留了資源 去做公私營協作的話 其實都還沒用完 還有現在很多 譬如尤其是放射診斷 它都局限在某些科 或者局限在癌症病人 其實還有很多其餘的空間 是可以發展多些公私營協作 讓病人快點知道什麼事 不過當局組在2008年開始 已經陸續推出多個公私營協作計劃 2016年更加撥款100億作為基金 為什麼還未能大幅縮減 公立醫院的輪候時間呢 我們下一節再看 無論是癌症、心血管疾病 還是骨科創傷 都可能要照電腦掃描 或者磁力共振 才可以決定怎樣醫 但是穩定個案 想做這類放射診斷 在公立醫院 要等超過一年半時間 政府今年在河濤區應急醫院 搞先導計劃提供這類服務 但是明明2012年 當局已經推出了公私營協作計劃 為什麼輪候時間還是越來越長呢 就快70歲的捐者 經常都會去公園做運動 活動一下根骨 這個動作又可以把背部拉扯 可以舒緩一些痛 慢慢慢慢拉就會好些 對隻刺也有幫助 但是同一個動作 她做一下 後面的婆婆已經做了兩下 做運動都特別小心 原來因為捐者2019年曾經跌倒 弄傷脊椎 幸好等了兩年多 她終於排到剃骨科 以為不用再痛 誰知道醫生跟她說 還未有得醫 醫生看了你這些感應 沒有辦法了 現在時期止痛片 排期等做那些磁共振 如果她是說有神經病 被壓倒了 她就會和你做手術 去看過一下 總共都不夠20分鐘 就看完了 就出一張單給你排 排到明年了 要排兩年多 沒有了這條腰 不要說去工作 自己生活治理也有困難 捐者本身靠做清潔工賺食 不過弄傷之後 她有時痛到連腰都挖不到 不能再開工 醫生說如果想快點醫 她可以去私家醫院 照磁力共振 不過捐者左計右計 都決定繼續等 現在拿那些生活津貼 不吃都要大半年 才一分之五用 提過一次 那這半年吃什麼呢 老人家怎麼出得起這個錢 我們是沒有錢的 有錢的那些就不同了 自己所以不就沒辦法 捐者等了 死了都還沒排到 捐者等的就是這部 磁力共振儀器 這間私家醫院2012年 開始參加有關放射診斷的 公私營協作計劃 醫院說他們還有很大空間 提供磁力共振服務 但偏偏政府沒有向他們 買到這個服務 他們想幫忙接多些公立醫院的病人 都接不到 我們還是有這些承載力 可以做到這些公立的病人 如果真的有需要的情況下 其實我們也可以增加工作的時段 去做多些個案 我相信一定可以再更加幫得到 醫院觀局局的病人 去減少它的輪候時間 而政府向他們買的 原來是電腦掃描服務 公立醫院病人過來 除了可以獲得政府全額之助 最快第二天已經可以照到 但是梁清華說 即使還有位置 都不清楚政府何時會轉介病人過來 你說我們的能力 我們是還有的 但是到底醫管局 他們到底有多少病人可以來到 就要看回他們 如果要安排更多的人手 去接多些個案 是有可能的 但當我不知道你有多少個案 當然這個未必是可以真的安排得到 老人科專科醫生蛇達明 無論以前在公立醫院工作 還是現在出來私人執業 都曾經參與公私營協助計劃的討論 他認為計劃成效不好 其中一個原因是缺乏整體的規劃 所有計劃都是做又行 不做就行的話 其實最好是不做的 結果回看過去23年 所有公私營協助計劃都是失敗的 那你真的要成功的話 就是一個有一個硬性目標 還有一個機制 它只是出了一個計劃 但是中間的要轉多少個出去 多少個月出去 這些就完全都有彈性 一些計劃你不打算成功的話 永遠都是不成功的 以電腦掃描和磁力共振等放射診斷為例 當局推出公私營協助計劃之後 公立醫院輪候時間不跌反升 一般個案比五年前還要等多七個月 那你逐個器官公私協助 如果你沒有一個醫療制度上的改變的話 那你少收少補永遠都不會成功 頭痛這些頭 你檢查得久,去私家做 你排期排得久,去私家看 那叫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就是這樣,結果都是沒有改動 醫管局回應就說 會繼續密切監察服務需求 並採取相應的措施 致力為有需要的病人提供適切服務 醫務衛生局就說 已經成立策略採救統籌處 未來會整合醫管局 現有的公私營協助計劃 但是有學者就說 如果想利用私營市場的空間做分流 就要做好醫療改革 這樣做下去,那個成效始終是有限的 因為政府可以在這方面投放的資源 其實是有限的 那800億就給了醫管局 就變成很少其他的錢 就可以拿出來搞公私營協助 現在我們看到那些這樣的計劃 都是比較小規模 又指定很多某一個程序 某個專科 給出去的那個額 或者有時候 那些私家醫生又覺得 不是很吸引的 其實政府多餘錢 就不是很多的 因為所有的錢 其實已經是給了醫管局 很多人平時都沒有說儲存錢 說有事就入醫院 到他真的有事的時候 可能就沒事了 如果我們繼續要以稅為本 我們就要想想 如何令這個制度可行 由1993年開始 第一份就是這個彩虹報告 那時候已經開始提出很多的 融資方案 就算了 阮博文研究醫療改革三十多年 2005年受訪的時候 他在數的這疊融資方案 原來全部都沒有實行 這本就遲早了 你看看一些印刷都知道 由90年代做教授 到現在做院長 本港醫療改革似乎還是原地踏步 三十年間只是推出了自願醫保 反而公營醫療需求大增 2023到2024年度 政府向醫管局撥款909億 幾乎是十年前490億元的兩倍 很多人都覺得我們現時這個制度就不錯 又不用特別供款 我們交了稅 政府就用稅款去資助公立醫院 市民看病很便宜 做甚麼事要改 他就看不到長遠的可持續性 特別在一個人口老化的情況之下 越來越少納稅人 越來越多退休人時長者 政府的稅收就越來越少 在哪裡找多些錢 去來資助一些長者的新的醫療需要 全港七百多萬人口當中 有大約二百二十萬人患有慢性病 醫管局估計去到2039年 慢性病人會多達三百萬 軟博民認為醫療改革已經刻不容緩 否則最後市民只會越等越來 緊急的症狀現在我們仍然可以維持到 但是我們在說人口老化 就是越來越多萬性病 那些其實現在輪候的時間 真的都不能接受了 在說年年聲 只不過暫時很多市民仍然以為 他們可以享用到很低廉的一個醫療服務 但是當你要排九年才被你享用 其實是有沒有用呢 七十幾歲的蘇伯伯住在這間劏房 兩個月前發現有白內障, 看東西越來越蒙 不過在公立醫院排期看眼科 要等到2025年 現在他連在自己家裡 走去開盞燈, 倒杯水都提心吊膽 很蒙, 現在看你完全看不清楚 很蒙, 我看你們 很蒙, 現在嘗試試看 其實有些黑色用的, 要很小心 有時候你踢一下這張耳朵 不記憶, 摸吧 驚驚, 一定出了那個名字 這一天, 外面下雨 他怕看東西不清楚會更加危險 所以只能夠留在家裡 對著四棟牆 沒有什麼事, 半年不出門 對, 整天太差了 剛才下雨天, 還會黑曬天地 還會很難看 視力變差的速度, 他減慢不了 醫院排期的進度, 他又無法加快 眼前的路, 他覺得似乎越來越灰暗 每天都頂一天, 頂到幾次 心情很焦急 這樣會正式, 瞎一看不到 醫療改革研究近三十年 不同的方案都面對反對聲音 隨著人口老化, 醫療體系 因為負擔只會越來越重 要找到出路, 似乎還需要數以年計去談 但是現在輪候著的一群病人 他們還等不等到社會達成共識的一人呢 今集相聞透視說到這裡, 再見 MING PAO TORONTO